HELLO 大家好 香港4家主流的電訊商已經推出了5G服務 其中有兩家中移動和CSL 更加率先提供了免費的試用 最近連到數碼通 都在一些特選會員的計劃裡 都推出了試用計劃 我們一齊看看他這麼遲才推出這個試用計劃 究竟是不是網絡已經很成熟 可以有信心給人試呢 在開始測速之前 我們講一講數碼通獨有的DSS技術 這個技術簡單來說 它是不需要將一條獨立的頻譜做成5G 而是將所有的4G 5G用戶都放在同一條頻譜上面 好處就是現在4G覆蓋到的地方 5G都可以立即覆蓋到 究竟實際上這個技術會不會為用戶帶來好處呢 我們現在馬上去測速看看 第一站就來到九龍灣的淘大花園 其實速度不過不失 但也不過百 那再把對面的Emax 速度更差 再過一些南昌站的附近 似乎只有4G的水準 再去一些比較旺的地區 海港城 哇 不知道是不是太多人用呢 都是只有10多Mb 那又走過一點 同樣都是大型商場的園坊 那不是特別快 那起碼都有4G的水準 那再出一些市中心 去到佐敦地鐵站附近 哇 這裡真的快一點 254Mb最快 好啦 立即鑽到地底去試一下行車的時候 快不快 那就是30多Mb 不算特別快 反而去到旺角站 多人一點 反而更快一點 好奇怪 接著去到九龍塘地面站的部分 嘩 真是超級極速 沒見過這麼快 難道有錢人住的地區 要快一點 進入新界 果然一站之隔下 速度已經差了10倍 再來到自家地頭的新城市廣場 嘩果然超級快 400Mb最快 這次 接著來到火炭工業區 果然是不同一點 不同一點 特別慢 對面河的石門又怎樣 都不錯的速度 到沙田馬場 更有趣 戶外收到5G 竟然慢過室內收到的4G 到大埔超級城 都是自己商場的地頭 但竟然慢到個位數字 真是不能接受 到粉嶺一個比較多人的地點 華明總站 不過不失一般4G的水準 接著就去到粉嶺聯和區的日風廣場 這裡不是自己的地頭 竟然更快 去到北上的最後一站上水 嗯 都是非常慢 上水中心測試 總括數碼通來說 快可以去到400Mb 慢的地方 只有幾個 那你說5G來說 它的速度是否合格呢 你就自行判斷吧 大家到最後 記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多謝你 拜拜